再来关心 今天就是康瑞台风 影响台湾天气 最为剧烈的时刻了 目前这些动态如何 赶快把时间交给熟丽 好的 加入各位观众朋友 这康瑞台风都还没进门 就先来个下马威 我们可以看到 从雷达回波图当中 已经可以很清楚看到 整个康瑞台风 尤其它的台风中心 你可以看到这个眼有多么大 而且不只是大 而且非常的深邃 这个台风非常的强 也非常的巨大 我们说了 他就是一个大魔王 在今天也就是万圣节的时候 直扑台湾而来 但是我们完全不能 以这种戏虐的方式来看他 因为他的确会为台湾 带来这种狂风 暴雨破坏性的灾情 因为都还没进门 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 在兰宇就已经出现了 破表的阵风 已经出现了超过 17级的强阵风 那么另外在和欢山 也出现了该战有史以来最大的阵风 14级的强阵风 所以都还没进门 这个风已经破表 而且已经创下了记录 就可想而知 今天无论如何 大家都要非常的小心 而且非常的警戒 这个康瑞台风 所带来的强风跟豪雨 甚至东半部地区首当其冲 要面临的都是狂风跟暴雨 那我们来看看了 这个从荷博台风以来 这个范围 也就是暴风圈最大的一个台风 现在你可以看到最强的雨带 在今天半夜开始 已经开始袭击东半部地区 还有北部地区 那么相信很多人 在今天半夜睡觉 都没有睡好觉 因为都被风声跟雨声给吵醒了 也的确现在其实都有 这种剧烈性的这种降雨 尤其在东半部 像目前花莲的玉里 最大食雨量来到了66毫米 那么花莲事实上 像上一个小时 很多地方都是破70毫米 这样的一个食雨量 另外在大同山区 目前这边有49毫米 台东的长滨也有55毫米 那么除了北部跟东半部之外 事实上在今天 整个中南部地区 上半天也开始明显感受到 这个雨也是越来越明显了 气象鼠发布了豪雨特报 我们赶紧来看看 有几个地方甚至是大豪雨 还有超大豪雨警戒的 以今天的凌晨零点累积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总共到目前才7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宜兰的大同山区 已经是超过300毫米了 来到343毫米 还有就是台北的信义区这边 告诉大家也破了200 7个小时破200 来到了225毫米 所以气象鼠发布的豪雨特报里面 有几个地方是超大豪雨警戒的 那就是在宜兰的山区 还有花莲的山区 我们要特别小心 尤其花莲之前又是地震 因此在脆脆弱的这些路段 还有山区的观众朋友们 要赶紧做好撤离的工作 还有另外几个大豪雨警戒的区域 那就是包括了台北的山区 以及像是宜兰 另外就是花莲 还有台东 这几个地方都是大豪雨的警戒 那么也因此特别提醒了 这个台风不只带来狂风 而且带来了暴雨 都是超大豪雨等级 尤其在宜兰 尤其像是花莲 那么另外风的部分也非常的强大 我们来看看到目前为止 所出现过的最大阵风 在第一名 当然就是在蓝雨的部分 是超过破表的强风 17级以上 那么绿岛这边的话 也是15级了 还有河欢山14级 大屯山也出现了14级 另外屏东的满洲是13级 而我们要特别提醒 像这种破坏性的强风 随着台风的眼强逐渐的接近 只要在它的核心 也就是10级风 暴风半径之内 其实都会有超过14级的强阵风 而这样的风 随着台风越靠近 尤其在登陆的时候 那么甚至是影响最大的 因此今天整个东半部地区 包括蓝雨绿岛 还有山区的部分 都要非常的警戒 另外我们就来看看了 最新一报的警报单 警报区域图 来了解了目前的康瑞台风 您可以看到 目前康瑞台风的中心 已经来到了台湾的东南部海面 目前包括了花莲台东 甚至台南以南 都是笼罩在暴风圈范围底下 那么当然整个警戒区域 在这个时间点 全台湾的陆地 包括离岛的马祖金门澎湖 全台湾附近的海域 全部都是在它的警戒范围底下 今天到明天清晨这一段时间 就是康瑞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刻 所以特别提醒了 当然相信现在海边海上的活动 已经都是避免了 登山部分的活动也无论如何 在这一段时间到明天 也都是要完全避免的 那么到底登陆的点是什么时候 还有登陆的点会是在哪里 我们接下来透过影响的时序 要来提醒大家 以目前中央气象署的 这条路径来看的话 那么气象署认为 事实上最有机会登陆的地点 就是在台东 那么如果按照中央气象署 这条路径台东登陆 那么预计出海的地方 将会是在中章一带出海 出海之后台风来到了台湾海峡 还会再度北转 所以有几个时间点 现在什么时间登陆 目前按照它现在的速度 跟方向不变的话 那么预计会是 在今天下午两点左右登陆 那么在今天傍晚六点左右 台风的中心就准备要过山 然后在今天晚上 差不多深夜的时候 那么中心就会出海 整个暴风圈脱离 差不多会来到明天中午左右 这个台风只要一上路 当然就会被台湾的地形 还有中央山脉破坏 到了台湾海峡 海水的温度低 再加上干空气 它就会减弱得更小 所以明天是不是还会放台风架 坦白讲这个要交给各地方政府 但是目前台风架来看的话 除了离岛地区 本岛看起来几率是比较低的 那么影响时序的部分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 在雨的部分 当然今天的白天 尤其今天的上半天 东半部已经明显的是狂风好雨 但是最大的剧烈的降雨 是落在今天台风一登陆的时候 所以整个东半部地区 甚至山区都要注意 那么另外今天晚上台风一过山 整个环流变成风向西南风的时候 整个西半部地区 尤其中南部地区的风跟雨 也会明显的加剧 明天白天开始台风虽然逐渐的远离 但是在西半部地区 还是有阵性的强风 还有阵性的豪大雨 一直要到整个明天晚上 台风完全远离了 台湾风跟雨就明显的趋缓了 所以汤瑞台风这一次来说的话 来势汹汹 但是去的也算是干脆 因此今天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大家无论如何多加小心 时间交给家如 好 各位观众 受到东北疾风 现在又再加上康瑞台风影响之下 台东地区已经出现了灾情 包含像是你看到了 现在有露树倒塌 这个树可以看到 其实它还树干蛮粗的 而且它还蛮大的 结果它就这样子连根拔起 硬生倒下 你几乎占据了整个车道 现在除非是骑车 骑脚踏车 比较容易通过 如果说是一般轿车大小 你看这个距离其实相当的窄 我们刚刚通过或者是其他的驾驶人 然后通过的时候都放慢速度 一方面当然也是担心说这些树枝会把爱车给刮花 整棵树现在硬生倒下 而这条路呢其实蛮重要的交通干岛 因为前方就是要上中华大桥 一路往富岗方向来走 而往下方走则是要往火水湖知名景点来走 现在就出现了露树倒塌的情况 而且风多强劲呢 露树倒了就往里面看 没有办法在里面 但是我看到里面还是有一些树倒的状况 而且还有一些树枝被吹断了 风就是这么强劲 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很明显听到 这个风有这个咻咻咻叫的声音 一倒起来我们就发现是有树倒的情形 而这个风力呢预计在越晚 随着这个康瑞台风越来越近B 风还会往上看 来到14级的强阵风 那这个旋风一吹下来 你看已经有树倒状况了 所以人外出都有可能会站不稳 或者是骑车逆风的时候可能会骑不稳 甚至刚刚我们轿车也有一些晃动的状况 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话 特别留意 那最好因为今天是放台风架在台东地区 所以没事就千万不要出门以侧安全 以上是最新再把时间交换给台北捧内